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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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快成功了小生 警銷人員不斷安撫 一旁的媽媽看了好心疼 遮著她的眼睛 兩歲女童手指卡在門縫 痛到嚎啕大哭 而巨門巨大的聲響 也讓她非常緊張 出來出來出來 手往上 手有沒有怎樣 要檢查一下 直到把門硬生生橫切成兩半 女童的手指終於不再卡卡 只是指尖有些變色紅腫 媽媽轉過頭不忍直視 在警銷人員協助下 立刻送醫治療 這起意外就發生在金門 警銷接獲報案後立刻趕到現場 不過救援過程整整花了十分鐘 一開始非常不順利 因為女童非常緊張 就怕破壞器材傷到她 加上木門特殊結構不容易破壞 這扇隔間木門 為了增加關門後的緊密度 門框間設計有卡榫結構 只要稍微出力移動門板 就會擠壓到女童的手指 擔心卡太久會造成壞死 警銷人員分工合作想到這個方法 先是以敲棒 先將門封固定之後 再由家屬安撫情緒 接著就是用軍道具 將其把門鋸開 幸好傷勢沒有大礙 也許是因為疫情期間 停客都待在家 警銷表示 近期接獲到不少類似案件 也要提醒家長 千萬別讓年幼的小朋友 離開視線 更要遠離危險物品 TVBS新聞陳平橋 吳玉亞金門採訪報導 請訂閱按讚分享 TVBS News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也請用手機下載TVBS新聞APP 隨時掌握國內外大事